于大嘴,突变来自网络,欢迎参与文伟延伸话题,只要是7月10日消息,7月10日45时8分,我国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第32颗北斗导航卫星,这颗地球倾斜同步轨的卫星入轨,并完成载轨测试后,将接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,为用互提供更可靠服务。 按照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三步走发展战略,这两步已经基本完成,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第三步,即在2020年前后,建称由5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组成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,向全球提供服务。 今年,北斗卫星导航系统,进入全球组网的密集发射阶段,几颗颗卫星陆陆续续被送上太空,虽然民用GPS以免非开放著称,但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 使用GPS是免费的,但是前提是需要安装GPS芯片。 全球搭载了GPS芯片的手机,导航数十一计,光这一项就给美国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收入。 随着5颗通信技术的发展,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将带来更加丰厚的回报。 在军用方面的应用就更重要了,卫星导航系统,是现代高精尖武器的眼睛。 无论是飞机,导弹还是舰艇,都需要卫星导航系统给它定位。 这时一旦美国关闭GPS导航系统,或者故意发生错误为纸代码,那么不战而胜不是大话。 所以说,如果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,这时就相当于被美国捏住了命门。 未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之后,将在精确武器制导、联合作战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。 在北斗的指引下,只要输入目标点坐标,战略导弹、战机甚至地面火炮,都可以自寻地和精准地打击目标。 大大提高命中率,战场上,北斗将所有参战的海陆空武器装备和人员联系起来,提供实时导航和定位,使之成为一个整体。 解决了现代化信息战兵中的同年问题,建立起属于自己的C4IS系统,真正实现联合作战总体要求。 2003年欧洲推出伽利略导航系统计划,中国受邀投入2.3亿欧元加入该计划,西方国家并不会让中国得到他们的先进技术。 事实也证明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,先是优骗中国参与计划,再一脚把中国踢出局。 这样做一方面黑了中国一笔巨资,另一方面耽误了中国开发自己的导航系统的时间,进一步拉开了二者的距离。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大获成功,欧洲国家的伽利略系统去举步维艰,一直在扯皮和扯皮的路上纠结,最终不得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中国合作。 恳求共享卫星频段,对于这段往事,美国媒体曾以北斗的报复为期进行了报道。 这段大快人心的事实说明,核心技术靠祈求是压不来的,也是花钱买不来的,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,就掌握不了命运的主动权。 中国痛定思痛决心开发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,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,已经把伽利略给远远的甩在身后,并直追DPS,在关键领域中国为自己谋得了长远的主动权,将给国家八甲带来质的飞跃。 延传话题,你的手机会用北斗导航吗?欢迎参与话题讨论,更多内容用上脚架关注,严正,多家自媒体,在平台抄袭而反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扫。 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,我们愿意开白名单,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